欢迎收听大案即时 我是吕鹏 本期节目咱们来讲述 当年震惊京城的女婿杀岳母案 咱们呢从头来说说 1998年7月份 23岁的河北青年陈文宁 从北京某名牌大学毕业 他呢大学学的是计算机专业 毕业以后呢自然而然的就留在了北京找工作 陈文宁的老家呀 是在河北张家口农村 父亲呢早早的就去世了 母亲和三个姐姐 哎呦是没日没夜的在那忙 或者辛辛苦苦 勉强供他读完了大学 在北京读了四年大学 他呢迷恋上了这座国际大都市 毕业之后就下定决心了 在北京成家立业 他上学的时候啊 成绩非常的优异啊 并且有多次社会实践经历 所以啊 毕业之后很顺利的就被北京一家外资网络公司录用了 成为了一名电脑工程师 试用期过后 他的月薪就达到了八千多元 所以这个程序员工资高啊 不是这几年的事 一直就高 你想啊 九八年 一般情况之下 普通的职工 可挣多少工资 人就挣八千多了 这都二十多年过去了 咱还没挣到八千呢 是不是 人内工作地点呢 也特别的好啊 CBD 在国贸那一带工作 他还琢磨着 在北京啊 奋斗几年 在想方设法的 把户口 签进北京 在网络公司工作不久之后 大伙对他呢 都挺满意的 甭管是领导啊 同事啊 都感觉这是个人才 有能力 再一问 哦 文宁还单身呢呀 哎呦 大伙就开始热心的 给他牵线搭桥 可是给他介绍了 很多北京的女孩子 人那些女孩子一听 哦 这男孩是河北农村的呀 家里负担还那么重 一个老母亲 还有三个姐姐 算了吧 也就没下文了 2000年春天的时候 陈文宁呢 经过朋友介绍 终于是认识了 一个北京女孩 叫刘洪玲 刘洪玲跟陈文宁呢 年纪差不多 她的父母啊 原来都是海淀郊区的菜农 大伙都知道 现在的海淀 那是不得了啊 尤其那个武道口 前两年不大伙还 说笑话还说嘛 那是宇宙中心的 他们家呢 后来就因为啊 政府这个扩建征地 全家就成了城镇居民了 有北京式的城镇户口 刘洪玲呢 是独生女 文凭啊 不算高 但在那个年代 也还可以 大专 大专毕业之后呢 在海淀区的一家服装公司 当会计 月收入只有两千块钱左右 头一回一见面 陈文宁就对刘洪玲 非常的满意 因为长得挺清秀啊 性格呢 挺温柔 陈文宁啊 这孩子也实诚 就原原本本的 跟刘洪玲 说了自己家的情况 刘洪玲呢 也不在乎 他也看中了 一表人才的陈文宁 很快就安排父母 跟他一块见面吃饭 吃饭的时候 当父母的嘛 这以后很可能是自己女婿啊 得好好的审视审视 陈文宁表现的是 不卑不亢 有礼有节 刘家父母呢 也没说什么 所以陈文宁和刘洪玲 很快就正式谈恋爱了 可陈文宁啊 有所不知 刘洪玲的母亲叫王敏琴 他对于女儿之前的恋爱 曾经参与过很多回 因为王敏琴呢 认为自己跟老伴 没正式工作 将来得靠女儿女婿给养老 所以啊 不仅要找一个能赚钱的女婿 最重要的是得找个听话的上门女婿 而来自农村 收入又高 一表人才的陈文宁 这是最合适的人选了呀 刘洪玲的哪哪都好 可是就有一点 从小特别的听话 特别的本分 什么事儿都是父母做主 在认识陈文宁之前 刘洪玲曾经和大学同学李伟峰 谈恋爱谈了不短的时间 李伟峰的父母呢 都是北京市的普通工人 但是后来都下岗了 李伟峰毕业之后 到一个事业单位 当了一个小办事员 月薪还不到两千块钱 王敏琴就嫌弃人家 家庭条件不好 这倒无所谓 最主要你争的太少了呀 就不愿意让女儿嫁给他 粗暴的就拆散了女儿的这段感情 刘洪玲当时可伤心了 寻死觅活 可最终也就只能那样了 当李伟峰知道刘洪玲 最终找了陈文宁的时候 还特别生气呢 还跟刘洪玲说呢 你快去找你的小白领吧 我倒要看看将来谁混得好 刘洪玲啊 当时认为李伟峰就是说说气话 可没想到 不久之后 李伟峰还真从单位辞职了 跟人合伙办起了一家公司 此后就远离了刘洪玲的生活 两千年的十月一号 在王敏琴的催促之下 认识不到半年的刘洪玲和陈文宁 就结婚了 婚后呢 王敏琴呢 以给女儿女婿省钱为理由 为借口啊 让陈文宁退掉在朝阳区出租的房子 跟女儿一起住到海淀区 他们那套三室一厅的住房里边 这是一套还签房 那时候地铁还不方便呢 来来回回坐公交车 很费劲 这路上一个来回就得三个来钟头 可考虑到岳母的好意 也没说什么 同时陈文宁啊 也琢磨 说我在北京人生地不熟的啊 结婚之后 岳父岳母家 这就是自己的亲人的 这就是自己的家呀 并且呢 这王敏琴 还跟陈文宁说了 哎 你看咱们这中国人的传统婚姻呢 都是男主外 女主内 你看不有那么句老话吗 说这个男人呢 是搂钱的耙子 女人呢 是藏钱的匣子 一般情况下 男的挣了钱呢 交给家里的女人 也放心不是 反正就在王敏琴的要求之下吧 陈文宁呢 真把自己的这个工资啊 就都交给了刘洪凌 可钱到了刘洪凌那 刘洪凌不是自己存上 而是全存到了母亲王敏琴的存折上 这事一开始陈文宁不知道 后来知道之后啊 心里就不舒服 就跟妻子说 咱们按月交付生活费就得了 没必要把钱都存在一块吧 到时候别引起什么矛盾 刘洪凌一听也有道理 就把丈夫的这个意见呢 就告诉母亲了 母亲一听 就跟小两口说了 我跟你爸呀 都上年纪了 以后这个家所有的财产 还不都是你们的吗 啊 还分什么你的我的呀 我呀 这是帮你们把钱存着 是怕你们 给乱花了 都浪费了 岳母这么说 陈文宁也不好说什么了 可是她呢 在CBD商圈工作 有不少的应酬 那一代的消费水平啊 也都比较高 这么一来 她的零用钱 一般就能撑一个星期 有时候请上一回客 立马兜里就空了 这个事呢 很快岳母就发现了 她就总是啊 跟这个刘洪玲说 哎 文宁总是有事没事的 请那些不相干的人吃饭 啊 你控制控制她 别这么花销 在这之后 刘洪玲呢 就比较留意陈文宁的口袋 那时候都是用现金 见她兜里钱多了 就拿出来 少了就补上 一般呢 就保持在五百块钱左右 一开始啊 陈文宁觉得 我媳妇这事关心我 怕我钱不够花的 啊 你看 钱不够了 立马就给续上 可后来 她觉得这不是啊 这是要在金钱上控制我呀 她呢 就总是在私底下 找媳妇要钱 可没想到 媳妇在丈母娘的指示之下 不仅埋怨她一番 还把这零用钱的标准给降了 原来不是五百吗 这回二百 陈文宁心里这个气呀 不过你现在住在人家家里呢 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 怎么办呢 忍吧 结婚之后的那个甜蜜期 很快就过去了 生活就是这样 没有说一直甜甜蜜蜜的 你主要就是柴米油盐酱醋茶 这些日常的生活琐事 陈文宁很快就发现 这上门女婿可不好当啊 在这个家里 丈母娘叙叙叨叨 媳妇吧 这个独立能力太差 什么事都听她父母的 丈母娘王敏秦 那种世事过问的做派啊 那种精打细算 什么这个划算的事都往自个盘子里 搂的这种习惯也让陈文宁特别的不爽 不过她呀 还是忍下去了 除此之外 陈文宁的很多生活习惯 也总是让丈母娘隔三差五的数落 总是说她 我说文宁啊 大小伙子了啊 工作也不错 还是个高级白领 做没做像 战没战像 这像话嘛 让人看着这怎么回事啊 这陈文宁听完之后 心里也窝窝 你管得着吗 我班上的好好的 我工作业绩那么好 领导也满意 同事也都佩服 怎么就你看不上我呢 不过这话她可不敢说 夫妻啊 在日常生活之中 难免会有磕磕绊绊 扮两句嘴 吵一回架 这都很正常 可每回到这时候 王敏秦准站出来 在那偏袒自己的女儿 一味的指责陈文宁 陈文宁就觉得 我在刘家呀 是低人一等 各种不满累积到一定程度 在这陈文宁的心里 可就种下了仇恨的种子 两千年年底 刘洪玲呢 怀孕了 在母亲的劝说之下 刘洪玲 干脆不跟陈文宁 在一屋住了 搬到母亲房间了 以保护孩子为理由 为借口啊 要跟陈文宁分房住 这让陈文宁很痛苦 很多回啊 陈文宁呢 想跟妻子亲热一下 可是在岳母面前 你能说什么呀 你这说出来 她也不合适啊 于是啊 这心里就又有一种失落感 2001年9月份 他们的儿子出生了 王敏秦这老两口 哎呦 乐得都不行了 尤其王敏秦觉得 现在我们老刘家 也是有了香火了 他就跟陈文宁说了 文宁啊 这个孩子呀 以后可得姓刘 陈文宁哪能同意这事啊 我的儿子 我姓陈 我儿子姓陈天经地义 凭什么跟你姓刘啊 争吵也就开始了 可王敏秦说了 文宁啊 你太封建了 姓什么不一样啊 姓陈姓刘 不都是你们的孩子吗 干脆呀 就姓刘吧 陈文宁 就问他岳母啊 你说我封建 你不封建呢 啊 你要是不封建 为什么非让孩子 姓你们老刘家的姓呢 姓陈怎么了 岳母一听 哟 文宁啊 你是我们家上门女婿 已经是刘家的人了 所以孩子就得姓刘 这时候刘洪玲啊 还在坐月子 陈文宁呢 毕竟也是名牌大学的毕业生 有文化 觉得跟岳母在这应来呀 弄得家里鸡犬不宁的 也会影响孩子 也会影响妻子 当下呢 也不跟岳母争执了 当务之急 就是得尽快在城里 另找一个住处 带着老婆孩子住过去 这样孩子的事 他就可以做主了 在这之后 陈文宁 暗地里在北京 是四处看房子 这时候 妻子已经给孩子 上了户口 孩子在户口本上 写的名字 是刘凯璇 还是姓了刘了 陈文宁琢磨着 等把房子的事搞定了 就把妻子的户口啊 迁到这边来 到时候就有机会 改掉孩子的姓 不过他可不敢 把这事 告诉河北的母亲呢 只能在电话里 跟母亲说 孩子名起好了 叫陈凯璇 那天挂断 母亲电话之后 陈文宁 突然就泪流满面 他不明白 我辛辛苦苦 一路打打拼拼 总算走到现在 怎么就沦落到 这个窝囊的境地呢 2002年春节 陈文宁啊 想把已经满周岁的孩子 带回老家过年 没想到他刚流露这意思 岳母呢 就很坚决地拒绝了 哎 我说文宁啊 你把照顾孩子 看得太简单了 你们老家条件那么差 别说暖气了 自来水都没有 天寒地冻的 孩子生病了 怎么办呢 谁负责呀 刘洪玲 听妈妈这么一说 她很认同他妈的话 是啊 文宁啊 妈说的有道理 要不咱就别回去了 行啊 你们不回去 我回去 陈文宁自己一个人 带了几张孩子的照片 就回老家过年了 回老家之后啊 她的母亲 每天晚上睡觉之前 都在灯光底下 看着孩子的照片 有时候还抚摸着孩子的照片 还在那儿念叨上几句 陈文宁啊 这心里甭提多难受了 总感觉对不起自己的母亲 临回北京之前 母亲特地熬了几个通宵 给孙子呢 纳了两双虎头棉布鞋 还在虎头上绣上了尘字 没想到几天之后 陈文宁满心欢喜的 给孩子换上虎头鞋 要给孩子照几张相 给母亲寄去的时候 岳母啊 一脸的不高兴 照片刚一拍完 赶紧 她岳母就把虎头鞋换下来了 陈文宁当时呢 也没多想 可是她在这之后 再也没见孩子穿过这鞋 有一回她特地问妻子这事 妻子说了 啊 妈说了 现在哪有孩子穿这么老土的鞋啊 早就把鞋送给人了 陈文宁气的呀 那是我妈 熬了那么几个通宵 给我儿子做的 你凭什么就给他送人了 我妈为了绣鞋 手被扎破了好几回 你怎么能这么对待我妈的心血呢 可以说 这矛盾是越积越深 那么最终又是什么事情 导致陈文宁痛下杀手 杀害了自己的岳母呢 咱们下期节目继续讲述 最近咱们飞行凡文化呀 又上线了一档悬疑推理有声剧 叫冷推理 小伙伴们呢 推荐给我听 没想到听了一集呀 就上头了 故事情节紧凑 演绎的呢 也挺生动 所以在这儿啊 也推荐给大伙 感兴趣的听友 在喜马拉雅搜索冷推理 一起加入推理大冒险 感兴趣的听友